嗨,你们的你好,我是拿大长 今天娃娃来到一星雷守关 马上不是也要小朋友换假了 你们可以带他们到这边玩吧,是吧?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你看人很少 对啊,然后马上也感觉人会跌一点 对,对 平时工作日的时候 人是比较少的 对,对 强烈推荐大家的这个地方 顺道还可以看看我 对 对,对 对了,你们就可以知道他长啥样,是吧? 对了,说到这个了 我们就先聊一下 叫中国的内卷,是吧? 教学内卷 对,教学内卷就非常严重了 你说呢? 非常严重 现在我们中国的工作的文凭要求都非常高 对,特别高 你就是要是像我一样 我要是奔割毕业的 我就没法找工作了,是吧? 你弟弟和妹妹在中国本科毕业之后回家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对吧? 对 对,对,对 我呢 我在中国现在要靠医术这个证明是吧? 对 然后想去医院上班,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学校那个医院 首先我的知识肯定不够,是吧? 对 是吧? 对,那是肯定的 对 那是肯定的 然后像我们学校一样的,他们最起码硕士毕业 但是我好几个同学,好像有一个同学他去新疆那边当医生 但我不清楚他是做这个专业,还是他读研究 去新疆这些,就是织编的话,他对文凭的要求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好像是硕士达底 对,然后其他的同学也不清楚是吧?因为好久没有练习,反正太难了 我也有个朋友,也是同学,你记得吗?他们是住隔壁的宿舍,一个男的 他是 哦,就是那个让你烫衣服的? 对,我帮他朋友的,还有我每次去找你玩房价的时候,他就是住在我的房间 哦 我认好 哦 是吧? 我认好 算了,我见过他 你见过? 长的是一副好人的样子 对啊,人家已经结婚了,而且他每次会给我送很多那个醋 中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用一样东西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就比如说一个人家里面挂的是竹子 这代表他的这个性格,像竹子一样,比较直你知道吗? 比较直说 对对对,他给你送了醋 就这样,好像博士毕业了,找了工作还不知道,好久没有内心 这边很好看,是吧? 你很好看? 嗯,就像王博士,我的王博士,李文平挺高的,是吧? 我跟你说,我觉得读博士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是认识了你 是我是吧? 认识了你,对 如果我在俄罗斯没有坚持读博士的话 嗯 我们俩就不会在一起吃饭 嗯 就不会有儿子 也是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读书 感觉最大作用就是遇到你 我很感激我的学校生活,因为他让我遇见了你 但是你说他对我的这个工作什么的帮助啊 嗯 其实也有 嗯 就让我有很多知识 对啊,肯定学习是很好,是吧? 嗯,但是我没有工作 嗯 主要是可能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比较懒 第二,我们俩的性格不适合工作 有可能 我绝对找不到就是在这边工作 中医,外国人中医 谁要去找外国人看中医,是吧? 我,我觉得你还是当那个吃播比较合适 吃播? 对,吃播 吃播 看老四大妈就算了,是吧? 对对对,那身材就长得很像吃播 我的身材还可以啊,你别说,你看 嗯 嗯 我 我 师傅 今天 汽车 加多少钱油 加了 加了多少 加满了 开宝马的话 别人会怎么问你 对对,我也跟你们说的 上次 我就拍了一个段子嘛 就是说 但是这是真的 上次开帮忙的时候 他们问我 老板 加满了 然后 昨天还是前天 我开那个分田 然后他们说 师傅 你加多少 哈哈哈哈 为什么这样 这社会很现实啊 就是 那你觉得读书有没有必要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我跟你说 我说实话我觉得特别有必要 对啊 中国现在的这个崛起啊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 人的文凭啊 不是文凭啊 就是知识含量 嗯 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啊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融入这个社会 跟大家和谐相处 对 不要光顾自己 就是 现在这边关系很好说 你格外漂亮 对 很好看是吧 对 这就是我情商的体现 哈哈 那我们去你公司室好不好 走走走 哈哈哈哈 我干净了 把这个钥匙传起来 师傅等等我 师傅 这条密道通往我的工作室 只有我走这个电梯 是吧 对 怎么样 今天参观下来就还可以吗 很好的 有学习意义吗 还是艺术对于你来说太枯燥了 有学习意义吗 有学习意义知道了 去跟后游了很多老婆 这个这个快没事吧 我不知道 哈哈哈 啊 艺术家多情 但是 我家的艺术家 哎 我已经做好了 行李中备我跟你说 我这样的艺术家特别专业 你看我连酒都不喝 不是 现在中国的话就特别好我跟你说 哎对 现在中国法律变好 对呀 你试试看呀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就发一跳你就把他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中国网络特别厉害 这个 对呀 嗯 你看看你这样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嗯 我是摄像摄像机长在头上的男人 没有人见过我长什么样子 我画一条大家都知道你长啥呀 哦 这个也是有道理 是吗 好气 确实 嗯 你这幅画不能不能拍 对一拍这个视频就废掉了 你可以 你可以拍 你可以拍 哈哈哈 我 我刚才差点又拍到了 你可以拍这个 好 刚才刚刚两张画都没有拍了 门口都是我的存货 哈哈哈 你要不要去接儿子 我去接儿子 哎 我亲美竹马的女同学 15年画的15年画的 那个时候还没跟你认识 你直接说的你去女娱乐是 不是 我同学 我同学 谁信你 谁信你 她太瘦了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跟你说 我妈说 我不能说 我妈说那句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我做杯咖啡好不好 我给你静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嗯 你没有了 我可以给你 我让你多句贵